上当百年 欺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您来看片 今天再给您讲个共党史上残忍绞杀的狗血故事 故事主角是大佬李达 他的惨局是共党这个邪灵组织性质的最好注角 说李达是个难以忽略的人物 不仅因为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 而且是中共的理论巨匠 共党官宣称他为哲学家 然而 这样一个牛的不要不要的人物 最终却落得个凄惨的人生结局 好 各位一边耳朵听着山哥上劲的砍 手您也别闲着 做那三个小动作帮我们一下 谢了 书归正本 李达1890年10月2号生于湖南00 早年他在长沙和北京京师幽级师范学堂读书 1917年他去了日本留学 考进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就是现在的东京帝国大学 在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尚赵的门下 系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 要么说共党如今他反日总是心里没底 因为他跪拜的马主义都是红一代最早从日本引进的 1919年之后 李达发表文章积极传播和宣传马主义 1920年夏天李达回国之后 在上海和陈都秀 陈旺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共的早期组织 到1921年的2月 共党正式成立之前 李达他就已经在上海当了代理书记 是货真价实的匪共前辈 他和李汉俊等人秘密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他当主编 在这本杂志上李达系统的介绍了马主义 这本杂志是当时中国左翼青年的精神失良 老毛他最早的马主义常识就是读杂志得来的 可以说李达是毛的启蒙者 1921年共党的一大上 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同年他创办了人民出版社 那个社他一直熬到现在还有 1922年的7月 李达参加了共党的二大 年底应毛泽东之邀请李达去了长沙 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老毛当时他还得叫小毛 他也在这听课 李达这个时候就是个共党的学者 他主编了新时代杂志 还在湖南大学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3年出现了点变故 因为和总书记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李达一怒自动脱党 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担任了学监兼教授 直到1926年 1927年1月开始 理论上造诣不错的李达在国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当上了代理政治总教官 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的主席 到9月他担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大家都知道 这几个月之前 蒋总他刚刚清党产共 李达呢 他已经退了党 算是躲过了一劫 他1928年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 出版各种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他还先后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济南大学 北平大学 广西大学 湖南大学任教 期间除了撰写大量文章之外 1937年 他还在上海出版了社会学大纲 这本书老毛后来宣称 他在延安的时候读了十遍 他还大赞李达 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这位老李虽然退了党 但是呢 他也没少帮共党做统战工作 所谓藕断思连吧 时间来到了1949年的5月 理论家李达来到北京 他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同年12月 由刘少奇做介绍人 李达重新加入了共党 然后呢 他就走上了 他自己料不到的不归路 共党建政之初 老毛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 但是老李一再请求 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 他还有点谄媚的对老毛说 我很遗憾 没有同你上井冈山 没有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 看老毛却说什么呢 哎你遗憾什么 你是黑旋风李逵啊 你比他还厉害 他只有两板斧 可你有三板斧 你是理论界的黑旋风 然后李达就去做了一堆校长 教育官僚还有教授 比如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一级教授 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即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中科院中南分院副院长 到1955年 他被聘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 共等了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 1961年夜以70多岁的李达来到庐山休养 并且和老毛相会 毛希望他重新修改社会学大纲 之后再出版 李达一听就备受鼓舞 也不休养了 马上着手修改 同时他在武大还筹建了毛思想研究室 这也是中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的毛思想研究室 但是匪就是匪 怎么包装都很难看 知识分子老李很快他就政治不正确了 怎么回事呢 正当他和助手们聚精会神研究撰写 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时候 以捧臭脚魅上见诚的康生等人 唱起了顶峰论 他们认为毛思想是马主义的顶峰 马主义老资格李达当即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 不可能一次就完成 意思说 登顶了你就没啥研究的了呗 然而 老李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 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当然都是左派了 1966年文革之前 共党掀起了文化领域大批判运动 共党中南局的头头 让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黑材料 定李达为反动学术权威 可是李达他又是共党创始人之一啊 有关麻仔就询问老毛 毛呢 他就位置可否 很有意思吧 四月杭州会议上 有人又向毛谈及李达的问题 老毛呢 他仍旧没表态 接着是上海会议 这次再次露骨询问老毛 是否可以批判李达 这个时候 正值文革山羽欲来 老毛呢 他就旧坡下驴 终于说了一句 既然群众有要求 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您听听 他们很会玩这一套 直接他就把锅甩给群众了 这个时候 北京已经掀起了对吴寒邓拓廖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 文革已经拉开了序幕 六月 武汉大学就开始对校长李达等人的批判了 李达被勒令停止写书 交代自己的所有罪行 接着 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集中 写检举李达的材料 连他家的保姆也被不明不白的弄走了 电话线也被剪断了 北京的来信也被搜走了 六月十三号 武汉大学组织七千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 对应北京的三家村声讨落家山的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这时候 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进了五大校园 声援五大师生的革命行动 湖北日报 武汉晚报 长篇累读的发表了批判揭露文章 批判某资产阶级权威 没点名 但是实质上谁都懂 指的就是李达 李达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 只能老老实实认罪 写认罪材料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到6月30号 报纸上公开点了老李的名字 批判升级了 武汉晚报发表了 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 和揭发五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指出 五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少天 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 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 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根据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披露 1966年4月18号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仲 派出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了五大 整李达 王任仲他亲自给批判李达的材料加上暗语 还亲自上报北京 邓小平获得之后发出指示 批判李达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 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 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 公开进行批判 你不是老前辈吗 咱慢慢家伙煮蛤蟆 三十度五十度八十度 看你熟不熟 矮凳这得多阴呢 于是进入七月之后 批斗方式残酷起来了啊 李达成为各种批斗大会的主角 批斗声讨 势众审讯辱骂 被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着 老李呢 他肉眼可见 一天天憔悴了下去 但是这货还不醒悟 仍然怀揣着中国梦 黑暗总会过去 等运动结束了 我一定到北京去 向党中央向润知告状 润知就是老毛的字啊 都这会儿了 他还是不相信批斗他 就是他学生毛贼东的默许 七月中旬 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 火烧的就更旺了 五大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 变本加厉的批斗游街乏贵 直整的李达卧床不起 不久 共党湖北省委做出了 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 李达党籍的决定 现在杜娘上的资料说李达是电农出身啊 咱也不知道杜娘有没有党委 7月16号 老毛抵达武汉视察 并且下长江游泳 三天之后 7月19号 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 就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深信老毛的老李 一下心跳他就恢复了 哇塞 老子有救了 本来快回光返照的李达 当晚他就写了一封不到二十个字的短信 主席我有难 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守 7月19日 据党媒后来称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他的学生毛泽东为主席 李达写完之后就要他的秘书刘长森马上去给救命信送过去 谁知这货一出门就把条子交给了五大的工作队 闹半天 他是安插在老李身边的密探 直到十天之后 7月29号工作队的陆书端让他的秘书将李达这封救命信改换了信封 才以基要文件的形式交给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那么老毛收到信了吗 救李达了吗 您接着往下听 二十多天过去了 8月10号 老毛看到桌上一张条子上写着 李达括号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这个时候就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批示 陶柱月后转任重同志着处 陶柱当时他是共党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和中宣部长 当天陶柱又批示急送任重同志 这也就是说呢 老毛本来就无心救李达 反而他继续甩锅 不然他一句话李达不就活了吗 老毛写下了这般扯淡的批示 不过呢是想做做表面文章 其实李达的信交到五大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 老毛他就已经离开了武汉 可李达哪里晓得老毛的行踪啊 在焦虑等待毛的回复期间 李达的病情又加重了 胃病频繁发生 出血不止 糖尿病恶化 他手颤抖的吓人 进食也很困难 每天呢 仅靠少量的西州维持着生命 老李他骨瘦如柴 基本是不忍平视啊 家人要求入院治疗 但是被拒绝了 8月中旬 当老毛那份扯造批示到达武汉的时候 李达业已奄奄一息 其实批示到了也没用 因为老毛并没有批示要保护李达 陶柱和王任仲当然也不会关心李达的死活 到了8月13号 李达脸色苍白 口吐鲜血 才被送医治疗 然而 为时已晚 8月24号 李达死在了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5号 李达尸体即将火化的时候 武大他还不忘落井下石当场宣读了 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然后呢宣布李达已死 当然也就谈不上监督改造了 各位请注意啊 下面为您揭开老毛不救导师李达的谜底 李达的罪状之一是他讲了两次大实话 可是触到了毛同学的逆临 一次是他曾经不经意的讲过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的时候还不是中共党员的糗事 这么回事啊 1921年的6月 毛泽东收到他的老师李达寄给他的7月20号到上海开会的通知 还有一百大洋路费 毛同学呢赶到上海的时候向李达去报道 李达就问 你是CP还是CY啊 CP就是中共党员的英文缩写 CY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圆 一年之后才改成叫共青团 老毛他尴尬的说是CY 因为那个时候呢湖南只有社青团 没有共产党 李达就说 我们这呢是要开CP的大会啊 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 所以有人认为李达能为让非党员毛泽东参加共党成立会 估计呢他是当场介绍毛入党的介绍人 当李达看到文革揭发他的材料中有这一条的时候 惊呼 后悔啊 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上大祸呀 有法广的作者叫赵岳胜 引述华中科技大王炯华教授考证的一个细节 他讽刺说 八大的时候 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的时候 他把入党年份填为1920年 可是按照共党自己的说法 20年中共还没成立呀 这个比误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 他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 一种被压抑的冲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 此外呢 还有一件事 李达得罪了雅兹必报的毛泽东 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的时候 李达在武汉东湖同下来南巡的毛同学讨论哲学问题 李达不客气的指出 大跃进吹嘘的高指标是违心主义的产物 他还竟敢痛批老毛说 你发烧40度 下面就会发烧41度 42度 看李达这种天胆言论 估计以前也没少批老毛哈 此外 李达对60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 他保持沉默 他也不同意林彪逃住的顶峰论 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这无疑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呀 对此 赵月胜又举证了毛的怨恨和狡诈 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 但是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 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 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 李当然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 逃住王任仲也深知毛和李的关系 所以王任仲只能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 可老毛他就是不表态 最后说了一句 不要公开见报 赵月胜认为老毛心里明白 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 为共党下立稿理论宣传的红一带天花板李达 就这样憋屈的离开了人世 最悲催的是 至此他都没明白他的对手究竟是谁 这不乌乎哀哉吗 好在眼下很多高官终于明白了他亲爱的党妈 实际就是个裹着一块红布的绞肉鸡 所以钱搂够了就跳船 立马跑路美利坚 枫叶国 袋树国 去养老 这也算是聪明通透了吧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还帮我们订阅点赞啊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青春 青春 地诺 语 exactement 语 语 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